来莽调错队,来怀念过去,成功到万两日,始终有乐趣 当这首歌在你耳边响起时,那些有关兄弟情谊,生死离别,出人头地 以及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为了生存在街头打杀的场景 是否在你脑海中的街道,贯穿始终 好若你一泪流满面,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那是属于8090后的青春岁月和集体记忆 虽然现在他已被时间所淹没,但总有一些情怀是属于回忆最抹不去的那个角落 虽不时时刻刻的燃烧,却一直有着属于他的温情时刻 关于古惑仔已然走过20年的回忆,那些年的江湖情谊当然依旧澎湃 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那些刀光尽影的残酷时光都已归于瓶颈 陈浩南和山金门的电影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昨天的我们也已从热血沸腾的青年步入了养家虎口的中年了 如今古惑仔又要以一个新的姿态与大家见面了 将于9月21号上映的《黄金兄弟》 郑一介,陈小春,钱佳乐,谢天华,林小枫,七数回归 时隔20年后再度同框出演,再次出生入死去写兄弟情谊 与以往的黑帮题材电影《古惑仔》系列不同的是 此次的《黄金兄弟》是以正义的侠盗意识为题材 讲述了五位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在恩师的大领下,为了获取救济儿童的特效药 却不料在途中遭遇陷阱 五位兄弟抱着誓死如归的豪情 与对手展开周旋与激战 即使全部死去,也不放下一个兄弟的故事 显然这次《黄金兄弟》的故事所传达的主旨 不再是跨意恩仇,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 而是伸张正义的社会责任感 和一如既往的情侣天高的兄弟情谊 此次的《黄金兄弟》导演 《五兄弟之一》的钱佳乐 多年来为不少电影担任过动作指导 无论是设计动作,相战处理,飞车场面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因此我们这次在《黄金兄弟》的预告片中 看到的各种精彩的打斗戏 闹是街头的飙车戏,各种爆破场面 以及《五兄弟》的首次合体枪战 各式枪戏装备和各种枪战场景 沾点十分的密集 看上去还是十分惊险刺激的 而蒋门人曾志伟,TVB当家花旦,奢侈卖 著名歌手张宇,日本动作巨星,苍田宝照的友情出演 也让《黄金兄弟》更具看点 另外,导演钱佳乐为了将电影中的 美丽特别的跨国场景和火爆激烈的动作场面 一网打尽,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剧组不惜远赴欧亚各地 在中国内蒙古,匈牙利,黑山固和国,日本等多地区境 地球带给观众不同的视野 以及真实感的同时 也让观众感受各个城市的独特魅力 然而作为一部寄居情怀又有心意的《黄金兄弟》 观众是否为情怀买单呢? 当下的电影市场走情怀的电影不在少数 却纷纷遭观众诟病与质疑 例如前段时间上映的《爱情公寓》 《星目龙月之笑闹江湖》等 可以说情怀这种题材 对于观众来说已经没有心理了 那么,黄金兄弟是否能经受考验呢? 从豆瓣上,网友的评论来看 豆瓣网友对黄金兄弟的热情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表示,必须看啊 难道《剑饼侠》里那个最后的短暂抽场就满足了吗? 当然不 不一定好看,但是一定会去看 反正只要这几个人同框 光聊天我都能一直看下去 就算拍得烂我也要去看看 我也曾经的热学过 相信黄金兄弟一定不负众望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那么你对本片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观点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文青疯狂打call 同时也别忘了在屏幕的右下角随手点个关注哦 你的关注将是文青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不见不散 到天嵺子 到天嵺下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